有甜點美食 還有最流行的服飾鞋子 令人看得眼花撩亂 這家美國品牌 可是相當受到明星喜愛 就連小天后泰勒斯 也被拍過從這家店走出來 還有貓王被客漢 都曾光顧這個品牌 如今他即將進駐台北東區 內部正在裝潢趕工 外觀用白牆圍住 選在忠孝敦畫站兩百多瓶店面 未來一樓會是咖啡館 二樓精品服飾 三樓潮牌球鞋 還會引進七八十個品牌 預計九月底開幕 將成為東區新逛街景點 就在不遠處日系雜貨店 早就掀卡位 擠進美乃滋放上炒麵的麵包 看得令人口水直流 日系雜貨店年輕時都有賣 生活小物到服飾更是少不了 選在三角窗地帶 幾百坪的店面卡位東區 搶工年輕人市場 東區從日系到美系百貨 幾乎都到齊了 之前台灣好像美系的百貨 比較少 台灣大部分都是日系的 所以還是會去看看 我們香港過來 然後香港的可能只有一兩個品牌 而且他們的風格 都是偏歐陸一點點的 可是你們台灣的家具店的話 就比較多不同的東西 雖然東區店面控制率高 但這一年來 已經有不少潮店一家家開 如今又有美日系百貨 讓戰火越演越烈 三綠選楊晨婷,邱子玲 台北報導